輕鬆四關鍵 讓你擁抱25歲 FikaFika 我想問你 要怎麼樣才能夠保持像你一樣 就是看起來很年輕永遠像25歲呢 這個問題好像有些人蠻多人問我的 因為我在很多地方 其實很多人都猜不出來 我實際的年齡 那你... 這是秘密 當年齡過了25歲以後呢 就是秘密了 你懂嗎 所以現在25歲對嗎 對永遠都是25歲 對我過了25歲之後 我常常跟大家講就是 你只要永遠記得我永遠都25歲 這樣就好了 因為有很多藝人是我很學習的對象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看起來 哇好年輕的 因為都這麼年輕的 我希望我永遠在40歲50歲的時候 我希望我永遠看起來都那麼的年輕 這是我對我自己要求 所以我就會 我自己說怎麼樣可以擁抱這樣的年輕 過去我也曾經就是非常忙碌 沒辦法去控管自己的時候 也曾經這樣過 所以那是之前的時候 但是那個時期過了之後 你就會知道怎麼樣去保養自己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怎麼樣保持在25歲的四個關鍵 那第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運動 就是你一定要持續的讓自己的身體的代謝循環 它是在呈現一個穩定的狀態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運動 那我自己很喜歡的運動就是泡在水裡 沒有啦不是泡在水裡而已啦是要動啦就是游泳 我很享受在游泳的那個過程 就是我就會放在水裡頭啊 在游泳池裡游泳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哇彷彿我就是身在水裡的感覺 我覺得那是很輕鬆很自在的 所以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運動 至少要有一個喜歡的運動 你每天喜歡去跑步也可以看你自己你喜愛的 因為這是每天你規律的去做 你自己要有一個自律 以來都是用自律去得到自由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哇這對我來講很重要 因為我不希望我老了之後很肥很胖 我覺得這是一個so terrible 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寧願現在去做很有效的一個控制 所以我就做著這件事情 第二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保養 你的身體要保養就是臉部要保養 那這是我對我來說 我必須跟大家說就是我的保養很簡單 不要去太複雜的 如果你從以前你就知道你的臉部保養是很複雜的 你之後老了之後你的臉就會越來越複雜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讀過基礎概論的 那所以對於我來說 臉的最簡單的保養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叫水油乳霜不要太複雜 那我很喜歡很簡單很自然的 所以你看我的臉其實你們認真看我的臉 就是我素顏只是會有一些色差以外 其實不太會有太大的差別性 這對我來講很重要 所以認真的去保養 你可以敷面膜我不是一個很勤勞的人 但是對於我來講基本保養一定要有 卸妝卸得乾淨 那要洗臉 那化妝水要油 那有時候要油 那乳液要油 那冬天的時候加爽 可是我有時候水油一定要平衡 如果你水跟油 你沒有辦法達到平衡的時候 那你就很容易出油 容易出油就會可能會容易長痘痘 或是水油不平衡就皮膚會容易乾燥 所以這個是基本的水跟油之間要去平衡它 只要達到基本的平衡的時候 基礎保養該做的做好 其實你以前的皮膚你有該做做好 你停留在那個年紀的時候 基本上細紋不要油 其實就不太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會有一個狀況就是膠原蛋白流失 就是你膠原蛋白流失的時候你的臉會下垂 這很重要 所以基本上讓你的臉部的緊緻還是要有Q彈 所以該有的該吃的保養 就是保住膠原蛋白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運動可以同時保持臉部的彈性 這個也非常非常的好 那再來就是飲食的習慣 那飲食你要吃的不要吃太多精緻的食物 飲食是我外公外婆給我一個很貼身的例子 因為我的爺爺奶奶跟我的外婆外婆 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家族文化 但是我外公外婆就比較長瘦 那他們就很簡單 四個字送給大家 粗茶淡飯 沒有很多精緻的食物 那也是吃很多圓形的食物 不會吃加工的料理 我外婆一直都是自己煮的 我外婆還是一個心臟病患者 很長瘦的原因就是 他很多東西都是自己自己煮 那很簡單 所以很多東西不要吃的太精緻 因為現在人反而吃了很多精緻的燒烤煙之類 其實都會增加身體的負擔 有時候我很喜歡簡單的飲食 那我這段時間我整個飲食的調整 簡單飲食之後 我覺得很棒的一點是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現在飲料這件事情 我只能買小杯 我一杯 我一整天是喝不完的 完全喝不完 因為我會覺得太甜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你平常涉及了多少糖含量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點是你的心態 心態有兩個很大的關鍵 是我很喜歡保持好奇心 對於所有的新事物 我就會覺得 哇這什麼東西好像很酷 就是新東西出來 我就覺得好酷 我居然想要去了解一下 所以你要保持25歲 你一定要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好奇 你要對所有新事物產生很大的好奇 就算你不會 你就好奇沒有關係 第二個就是學習的心態 你任何東西你就要肯學 就算不會我會 就是手機剪輯啊 或是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朋友演員 他就會教我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就會問他很多的東西 我就會說 欸好像好多好酷的東西哦 所以你要學習 你只要肯學習 所有新的事物 你都不會被淘汰的時候 年齡也會變年輕 因為你年輕人跟你講什麼 我的團隊全部都是90後 我發現我可以跟他們溝通聊天 談話 那我就覺得 哇OK沒有問題 對我來講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要保持25歲的四個點 就是運動 再來是保養 再來是飲食 最後一個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心態 你只要掌握這四個觀念的時候 你可以永遠都看起來 保持在25歲的哦 我們一起享受 永遠二十五歲的感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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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持在那一天 我會在你那裡